今天收到Make Up For Ever新出的整個AQUA的新系列 其實這裏是Liquid的眼影 上星期好像試過新的配方和之前的有什麼不同 所以其實這些顏色是一向都有的 但配方和質地會不一樣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看眼影 你可以看上次的影片 但你現在看到這些是未試過的 而且它有一個寶寶的護膚 我會和你試一下它們的質地 現在先和你們試過的護膚 它都黏得很緊 這個護膚有防曬35度 和大家平常認識的護膚一樣 都是這樣的海綿質地 那我先試一下鮮視的質感 都是一些大陸的護膚質感 都是水分重的 然後你看到 其實大部份的護膚 感覺都是比較光澤 你看到塗上去的光澤感也很強 而且有什麼不同呢 和其他質地 我覺得它是會做 它沒有那麼黏 因為有時候有很多人用固膚會覺得很黏 這個我覺得是清爽一點的 當然你說給濕粉 尤其是控油那些 它一定沒有那麼清爽的 不過因為有很多時候你貪用鮮視 就是因為你想去光亮和方便 你看到我們勤體 其實真的很薄身 有光澤的 所以我不建議你本身很面油重的人用 我也是建議 例如你想改善膚色 沒有那麼暗 你可以用這些鮮視質地 感覺是舒服的 起碼沒有那麼黏 之後我們繼續試它的眼影 provider 那眼影 其實你看到 我先把鏡頭吊 眼影有八個顏色 這個是Aquor系列 其實之前也有的 一陣子一陣子 我之前教化妝時 也有推薦學生用 因為它是讓你控眼油 控得很好 不過它的有點挑剔 因為乾得很快 所以你要上完一隻眼睛的眼盤 再加眼影 然後才上另一隻 否則乾了就會滲色 我們姑且試試今次跟平常的Aqua Eyeshadow有什麼分別 我會試什麼顏色呢 紅色你不會用的 不如試個自然色 試這個柑柑的顏色 可以試一個誇張色 試個粉紅 我們看看感覺如何 看到是牙膏狀的 好像唇膏 唇膏 塗出來 其實感覺 光澤度跟之前的差不多 但上手 其實是比霜狀的 再薄一點 容易推了 因為之前用久了 它有點乾 這個容易推了 但跟之前的一樣 是快乾的 所以如果要做Eye Base 再加Eye Eyeshadow的話 趁它還未完全乾淨 還有一點黏黏黏的時候 就加上Eye Eyeshadow在上面 否則它就會滑色 但這個 我們再塗一層 我想一個層和兩個層給你看 有分別 上面這個是兩個層 下面是一個層 這個是自然色 是I550 如果平時不太化妝 你只用它打底控油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顏色 如果你是打底控油 就用一個層面 就夠了 因為其實蠻貼近你的 膚色蠻自然的 但如果你想做Eye Eyeshadow 想再亮一點 就要上兩層 就會比較實 至今感覺上 比之前的比較容易控制 而且我經常覺得 這些膚色狀的 其實是衛生一點 因為每次都是 擠你需要的份量 就是這樣 我試完另一個顏色給你 現在試試粉紅 其實它的顏色真的很鮮色 跟Mega Forever平時用的一樣 一層就可以上到這樣 所以如果你要化妝 又要很防水的話 真的很推薦 因為真的很常吃 而且你看看 乾了之後是不脫的 所以如果你要控油 就可以試這個